大五山 也就是在台灣最南部的 很雄很大五山 這祖先都是來自雲啊 好 下一課 好 我們台中前接風箱呢 是原住民地區的學校 我們學校有一個特色 前面就是太平洋 你們看過太平洋 好 你們這邊會看到什麼 大海蝦 大海蝦 是嗎 好 我們學校不一樣 我們學校前面看到 一望我們記的是太平洋 好 這一張 再講到一點 好 我們學校的小朋友有63位 學校音樂音樂音樂的63位 老師 長官部教學有15位 加起來只有兩位 對不對 對我們人數很小 對不對 所有的小朋友感情都非常好 來 我們看一下 既然會有到底在哪裡 你們看過台灣的鼓 有 看過 好 來 我們在東邊 最南邊的部分 老師所指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做過的地方 好 下一張 好 剛才我們是說 我們學校小朋友 大部分是 你是蘇海的臺灣人嗎 也順便讓你知道 臺灣族跟羅海族 大師跟都在哪裡 臺灣族跟羅海族 大師跟都在 臺灣族跟臺灣族 大師跟都在 臺灣族 比东西的台湾所还要省 好 下一张 好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特色 我们今天来的小朋友呢 他们就是我们学校的传统歌舞队 我们每一年级都会参加比赛 这些传统歌舞队我们有歌的部分 歌曲当部分是鲁海的歌颜跟台湾所的歌颜 然后刚才有看到一位陈三小老师 那三小老师就是我们学校的指导老师 我们参加过不少的比赛 然后现在这样 我们还有所有的彩虹试试法 就是要培养小朋友说话的能力 所以我们学校每一个小朋友 他只要站在台前 他就可以说不是 这是我们每一个主拍都会进行的 我相信计划过小小学 也一样的话会说话 他会说不是小的 好 下一张 好 还有我们所谓的才艺台 好 你们看 电视上面有很多的表演节目 对不对 还有比赛 歌唱比赛啊 舞蹈比赛 我们学校也有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我们每一班小朋友 虽然只有六班 但是六班的小朋友 都展现他们的才艺 不管是弹琴或者是跳舞唱歌 样样他们都会表现出来吗 好像一张 好 我们的特色是 文化课程 你会看到那个小桃壶 就是刚才我讲的桃壶 就是专的部落的老人家 他们会做大的桃壶 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呢 他们会做小的桃壶 这是我们台湾族三道桃壶集 就是桃壶 还有我们可以做桃壶的部分 好 现在 好 我们还有文化试验里 那个照片里面那个就是 郑晓老师 他们家有石板屋 石板屋是我们台湾族 跟路凯族的传统家屋 不晓得小朋友也会看到 都是用石板带起来的房子 然后呢 郑晓老师就介绍小朋友 会带小朋友去那里做体验 那小朋友怎么样好 芋头怎么样好 小米 小米可以找哦 用叶子包起来 就可以拿来看 好 下一张 好 我们发展了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绘画的部分 我们也有一个小朋友 叫泰姆和他参加世界元素典 你在他轮获特幼的第一名 这就是他的画作画成英里的前例 我们学校每个小朋友 都喜欢画画 而且呢 每次参加比赛 几乎可能八成赛都会更简单 好 我们除了绘画跳舞 还有语言的发展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体育的竞赛 包括足球队 还有我们的胖身队 好 都诺获 好 所以我们学校呢 习一群喜欢学习 然后彼此分享很快乐的大家 很高兴来到激滑火小 我看到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的乖 我很难得看得到这么多人 还这么安心 可见呢 学校的老师的教导 非常棒 我就介绍到这里 因为重头戏在后面 也许小朋友在外面表演 传统歌演 然后也许小朋友帮忙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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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